第四十二集,一系列检查下,办理完出院手续的人却并没有离开医院,他放在心肩肩上的人还在这里,他就哪里也不会去,蓝湛站在窗前,凝望着外面的景色,霍红霍红的落叶,在风里打着转,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轻轻摇晃,看起来无奈又凄凉。 他依稀记得他们出事的时候树木葱龙,想不到一觉醒来,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,魏无羡依旧昏睡不醒,白皙如玉的小脸上一片甜静,纤长细密的睫毛像极了两把精致的小扇子,覆盖着眼前淡淡的阴影,握着魏无羡修长的小手,蓝湛期待着他能给自己一个回应,不敢奢求可以十指相扣,只盼望那只手,可以回握自己一下。 然而,并没有,师父,师父,软诺娇真的呼唤,不时会在蓝湛耳边响起,每想一次,蓝湛心就跟着同一分。 尽管在蓝湛心里,修仙界的魏无羡也好,眼前的魏无羡也罢,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,都是他爱之如命的魏英,而此时,蓝湛却发现一切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。 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病床上的魏无羡,心的确忍不住牵挂那个软萌痴蝉,每天在他身边叽叽喳喳,师父长师父短的小家伙。 入夜,蓝湛去医院的食堂,给自己买了一份简单的晚餐,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吃完,仿佛身边的喧嚣与纷扰,都不能打扰到他分毫。 师父,这是什么东西,真难吃,不可挑食。 蓝湛下意识开口,才发现自己对面,并没有那个精灵古怪环挑食的小娃。 卫英,你还好吗?原本就是枝无味的饭菜,直接一口也咽不下去,蓝湛将饭菜收拾了一下。 刚要转身离去的瞬间,察觉到有人盯着自己。 回眸看了一眼,却并有看到什么可以知人,难道是自己的错觉? 食堂在二楼,魏无羡的病房在八楼,出电梯的时候,蓝湛感觉灯光似乎比平日里昏暗了许多。 电路系统,偶有故障,本就是在所难免,蓝湛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 叮铃铃,叮铃铃铃。 乍然响起的手机铃声,在悠长的医院走廊里,听起来格外的引人注意。 为了不打扰到他人休息,蓝湛快速按下接听键。 蓝队,献哥醒了没? 没有,蓝队,我们这次考古,可是有重大发现。 牧主人有很多的陪葬品,金银玉器更是数不胜数。 奇怪的是,观国里并没有人的骸骨,而是一把剑和一只笛子。 我们也搞不懂,一个衣冠中,为什么还要放那么多的陪葬品? 什么样的剑和笛子? 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,蓝湛心念一动,立马想到了那个剑术空前绝后。 第一宛若天爱的少年,会是随便和陈晴吗? 蓝队,是一把造型特别像烧火棍的宝剑,橙色看着很不错,就是谁也拔不出来。 还有一把乌漆麻黑看不出是什么材质的笛子。 蓝队,图片发你微信了,我先挂了。 见蓝湛迟迟没有回复,对袁平直觉认定,他家队长心情欠佳,于是蒙不迭地挂断了电话。 点开微信,蓝湛胸腔里的那头小鹿都不会跳了,不是没有想过,那可能就是随便和陈晴,但是想到是一回事,亲眼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。 看着随便和陈晴上,自己在熟悉不过的文士,蓝湛感觉心脏在瞬间爆裂开来,有鲜血鼓鼓地往外冒,他感觉不到疼,却能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一点点流逝。 既然有文物,也就说明那个修仙的世界,是真实的存在过,却为何在历史上,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,会是谁,为他造的衣冠中,空得光过,那么百年之后的魏英去了哪里,难道,落水之后? 不可能,就算魏英真的有什么不测,兄长也会将其葬在姑苏兰世,而不会千里迢迢送至云梦,随便有灵且认主,感受不到主人的气息,自然会选择封建。 如今的魏无羡,会不会是随便认定的主人?你是,蓝湛心事重重,脑海中千头万绪地回到病房,就看到魏无羡床边站着一位老人家,身穿病号服,想来是同楼层的病房。 我,出门跑步,一时糊涂,走错了房间。本想既然来了,就和孩子打声招呼。没想到,这个孩子,既然患上了失魂症,老人家回过神来,看着蓝湛微微点了点头,蓝湛下意识扶手行李。 失魂症,嗯,就是说,他的元神丢了,不在体内。